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工作是一年365天没有休息的,更加没有工资和奖金,不管自己有多么的辛苦和累,但最后只要看到自己的孩子那就一切都值得了。 而这个职位就是我们常说的全职妈妈,对此琴琴就是这样一位全职妈妈,才刚刚做了五个月时间的全职妈妈,却因为自己的意识大意,最终闹得和自己的女儿阴阳相隔。 琴琴今年才刚满28岁,并且在琴琴和老公没结婚,多长时间就还上了小宝宝,而琴琴的婆婆在对着此事后更加是高兴的笑到和不拢嘴。 此后每一天都是非常的细心照顾自己的儿媳妇,最终琴琴在经历辛苦十月怀胎,顺利产下一枚可爱的女儿,但琴琴的婆婆似乎好像有点不开心的样子,在伺候完琴琴的月子,便随便找了一个借口就走了。 而在琴琴的心里便想着,婆婆不愿意带那就自己带好了,最多自己也就是做一个全职宝妈了,但真的是只有在做了以后才彻底明白过来,带孩子真的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 这下午,送快递的人打电话,让她到小区的门口拿快递,于是琴琴就将女儿放在爬爬店上面,让女儿自己在家玩,但就当琴琴在小区门口拿完快递回来,却看到自己的女儿脸色铁青,好像是被什么给噎到了。 随后琴琴带着害怕的心,顺手摸了摸女儿,发现自己的女儿居然没有了呼吸,在回过神后,自己的女儿肯定是吃了那毛茸茸玩具上面的柱子了,就是因为这样才噎住了的。 但琴琴听完医生的话后,瞬间后悔不已,相同的玩具平时在家玩玩都没什么事情,而自己也不过才出去十多分钟拿了一个快递而已。 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,琴琴哭了一会儿,就晕绝了过去,真的好让人心疼。 在最后小路想提醒各位父母,家长的事,在家照顾孩子的时候,万万不可,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。 不然其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啊,闻中琴琴的女儿这件事情到底是谁的责任? 事情情态太大意了,还是想去门口的快递员,没有将快递送货上门。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此事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大家。 感谢观看